咱们看看苏联崩溃的原因呢 还是要从统治阶级 为什么不能继续原来的统治方法 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本质就是掠夺 霸占他人的生产资料 所以剥削阶级的本质就是掠夺 霸占他人的劳动成果 那么统治阶级内部 他们的行为原则也是一样的 就是争夺劳动成果 为了防备统治阶级内部打仗 同归一进 他们不得不遵守一些君子协定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君子协定 就是世袭制等级制 资本主义社会不认同世袭制等级制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 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前提上的 所以呢 世袭制和等级制妨碍着私人资本的积累 那么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产阶级 为了防止他们之间的内战 导致同归一进 那么他们的君子协定呢 就是按资分配 谁的钱多 谁积累的资本多 谁的话语全大 所以资产阶级的几百年的探索 具体的治理方案 就是三权鼎立的多党议会制 资产阶级的民主呢 不得违背这个按资分配的原则 其他的方法都会妨碍着私人资本的积累 他们这种互相制约的这种政治方法 是保证资本积累的 私人资本积累的 那么苏联八贵钱 如果是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 那么资产阶级能够认同的统治方法 仍然是按资分配 同样的是谁所掌握的资本量大 谁的话语全大 但是崩溃以前的统治方法 是不符合这个基本原则的 那么苏联的新生的资产阶级 一开始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外壳下运转 发展 直到这个外壳再也不能容纳 他们资本积累的这个极限 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这种基本原则 所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对吧 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 会随着生产资料和科技的发展而变更 所以原来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 无法摆平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你比如说煤炭的价格 钢铁的价格 布匹的价格 生产量等等 它必须协调它们 但是这里边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科技的变化 使这种协调越来越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那它通过价格就调解了 但是计划经济上你得这个价格规定 生产计划的调整 这利益集团里边你可以想象矛盾越来越大 因为它资本主义发展 它不是一个科技发展 不是均衡的每个行业 每个地区都是平稳的那么发展 所以有的地方突然有个新科技出现了 那么它的影响力就会增加 那么计划体系里边怎么能满足它膨胀起来的东西 太难了 太难了 所以没有严重的外部压力和人民内部强烈反抗的条件下 也就是说你看法西斯的出现 希特勒是因为这个外部的压力 那么西班牙是处于内部工人阶级斗争 所以没有这个外部的压力 没有内部的工人的反抗 那么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矛盾就比较突出 谁也不服谁 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 这个摆平统治阶级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所造成的越来越激化的矛盾崩溃是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这是我那么分析的 这个道理就像帝国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是一样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光是造成一个国内各个资本集团的势力大小有改变 也会造成国家之间的实力的变迁 因而各自的势力范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没落的不甘心让魏宇崛起的 先富的不能带后富 反而要时时刻刻提防着后富颠覆先富 取而代之 这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同样的 这才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 好吧 我就讲到这吧